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解一下吉木的这一瓶分子丁美容液 这瓶美容液从六年前开始卖吉木的东西到现在 是销售的是最好的一瓶美容液之一 那这瓶美容液甚至是有的姐妹是十瓶十瓶在买的 那它主要的功效呢就是保湿 那么我们通俗来讲呢就是皮肤保湿 但其实呢它是有它的原理的 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分子丁的原理 好,那么这个就是皮肤的一个构造 那这里呢是这上半部呢是表皮层下部分呢是真皮层 那么在表皮层上大家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细胞在排列 那么我们的皮肤正常的情况呢 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好看的皮肤呢 应该是排列的这么整齐的像这一张图一样 那么如果排列的不整齐呢就会像这一张图一样 上面有很多的缝隙这些细胞都会塌陷下来 那么这个缝隙呢就是我们的水分去通过这个缝隙而流失 好,那这个分子丁呢就是蓝色的部分 蓝色的部分就是帮助我们把细胞排列整齐 然后也封住皮肤里面的一些缝隙令到水分不会流失 所以分子丁的作用绝对不是说将这个东西擦到皮肤里面让皮肤来多出了水分 而是将这个东西擦到皮肤上面令到皮肤变成一个不会流失水分的一个构造 那么这个就是分子丁的原理了 所以呢我们无论补充多少的水分 只要我们的皮肤里面缺少分子丁 那我们的水分就不会保持住 就还是在不断的流失的 所以我们就是在不断的补充水分不断的流失 那么当你补充了很多的分子丁之后呢 皮肤就会变成了一个不易流失水分的皮肤构造 那么这个就是分子丁的重要性了 分子丁也是日本皮肤科医生提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看了日本皮肤科医生的书以后 我觉得日本皮肤科医生给了大家非常多新的理念 然后也令到大家比较正确的去做了护肤 所以这瓶美容液呢就建议大家长期使用的 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皮肤里面像胶水一样的这个分子丁呢 帮助我们维持这个细胞的排列整齐 因为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大 皮肤里面的分子丁就会不断的流失了